联发科最近这波股价的反弹 为2024年热闹的手机市场 拉开了序幕 资色会最近提出了一些报告 也预告了明年2024年 手机市场的趋势 第一个 5G手机渗透率要往上提升了 第二个 折叠手机 现在看起来还蛮贵的 但是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 评价的折叠手机 第三个 颠覆大家的印象 到了2026年 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 Made in 印度的手机 张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到底明年产业的大趋势 怎么看手机市场 好 手机在今年真的是非常不好 因为今年一整年应该是衰退7% 最主要就是轻库存 但好消息是这个库存 在今年第三季已经进入了尾声 所以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所以因为今年机器低 明年当然会是成长3% 但这里头要特别特别留意的 就智慧型手机 不管是4G 5G过去高速成长 可是这几年 像今年不是稍稍衰退吗 未来五年大概都是这样 就是在12亿支左右 所以成长幅度已经不会有那种爆发性的 趋势环了 所以它已经正式进入了成熟期 饱和了 对 饱和了 好 这张可以清掉 好 所以整个手机厂对明年的展望 当然市场的需求没有上来 因为进入成熟期 所以它整个开昂量就会比较保守一点 好 但是5G手机 就像刚刚说好讲的 总是希望有些好消息 对 5G手机 今年像苹果跟中国的市场 主要都是5G的渗透率最高的市场 但它今年因为受到大环境不好 今年5G手机只有成长4.5% 让真的 我做产业有这么多年了 我真的有点意外 可见大环境很不好 尤其中国的总体经济 好 但是展望明年就可以回到正常 明年就可以到18.7% 但是还是有让人家担忧的 它的渗透率已经来到60% 所以本来的渗透率在今年是59% 所以明年就算恢复成长 大概是这样子 对 那你到顶 7 80% 80%就已经到顶成熟期了 所以恐怕未来5G手机 也没办法给予太多的期望 所以还会成长 但空间不大 已经不大了 好 那我们来看5大品牌 5大品牌今年的表现 虽然只剩下两个月 但第一名 第二名 苹果跟三星 它的出货量差异不大 但是苹果因为推iPhone15 只有衰退2% 这个是出货量是不是 出货量 但三星衰退14% 为什么它衰退的幅度这么大 对啊 可能是苹果 它推iPhone15 排挤到了它 排挤掉了 对 我就赶快换成iPhone15 那你看这个小米 OPPO Vivo都是中国的品牌 那他们的衰退本来很大 那好消息是中国在下半年 它的市场逐渐回温 所以衰退率就不会那么严重 当然大家最在意的是展望明年 明年大家还是担心 这个需求率到不足 所以拉单会比较保守 那当然因为被库存下到了 所以对明年的库存管理 就会比较审慎 所以未来他们采用的策略 会是下短单跟下集单 下短单跟集单 是接下来非常重要 大家观察这个重点 好 各大品牌现在进度如何 对 好 但还是有好消息 我们看刚不是讲五大品牌吗 除了苹果没有推折叠机以外 三星 华为 小米 Vivo都推折叠机了 那当然Motorola跟Google也推折叠机了 那为什么折叠机这么热销 最主要是它价格逐渐的清明化 你看这今年已经出现了 600到900美元的折叠机 美元 3万块钱不到 不到 对 所以就开始热销 那最贵最贵的旗舰价 也不过是2000美元 就是六七万台币左右 这款是谁的啊 2000美元 六七万台币 那个主要是三星跟华为 对 好 那左右折 左右折的呢 是1500 上下折它是主流 我看到周遭很多朋友 很多人 包括我妈妈 都是买上下折 上下折的是比较便宜 900美元以内 3万块影响 对 对 对 那那个目前我们可以预期 明年整个折叠手机的出货量 跟渗透率都会持续的增加 好 那我们来看这里头受贿的 有哪些 刚刚昆仁跟俗方 不都有提到富士达跟日新吗 新日新 对 那为什么会特别挑这三家 因为折叠手机 我们不讨论镜头 不讨论其他 最主要是它那个轴层 那轴层主要是富士达跟赵立 听到这里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明年会成长 但是空间可能不大 主要就是负责做印度研究的 对 那台商本来对印度 就是在观望的态度 没想到这一年急转之下 最主要是印度政府的政策 莫迪 莫迪一上台的时候 推印度制造 他希望你在印度制造 还推那个PLY计划 所以PLY计划 就是生产连结的奖励计划 这是什么 好 他透过两个方式 第一 把进口关税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整只手机 进口到我印度来 我关税抽得很重 但是如果你是在我当地组装 那零件电池PCV镜头 是进口的 我关税就逐渐的降 所以他希望你全部来我这边 做主张 创造我这边的生产力 就业力跟出口 对 因为印度就可以把它想象 20年前的中国 中国的手机全球第一大 中国的手机制造 也是全球第一大 印度是希望成为下一个中国 光手机的产值占整个电子业的比重 2021年40% 2022年就已经到43.6% 还成长了16.6% 我预期后面一定会破50% 也就是说整个印度电子制造业 几乎集中在手机 它的优势是什么 为什么手机产值的比重这么的高 好 除了关税降以外 还有出口 这次美中科技战 不是打得很激烈 从川普打到拜登 当然希望今天见面的时候 双方的科技战能够缓而下来 可是过去手机99%都在中国制造 只有少部分可能在台湾制造 好 那美国可能 尤其阻挡华为的手机 对吧 甚至不让台积电代工华为的海事晶片 所以让中国的手机整个制造基地 只好一部分被迫要外移 那其中刚刚讲的那几个品牌厂 三星等等品牌厂都希望把厂要么移到越南 要么移到印度 主要是受美中科技战的影响 了解 好 来 继续 所以我们看它的关税 你看它已经降了 电池今年或者明年 最慢明年会从7.5%降到0% 零关税 哇 这么有吸引力 是 然后PCB从7.5%降到0% 镜头从2.5%降到0% 最慢在明年关税都会降到零 那这样它就自然而然 会形成一个组装的基地 好 那它出口呢 过去我们手机主要是出口到 当然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嘛 还有出口到美国 欧洲 当然印度呢 除了它本地的需求以外 它也是主要出口到美国 美国呢 出口了 这是预计今年 美国出口8.3% 这是百万支 所以800万支 欧洲主要是荷兰有200万支 还有中东 阿联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7.2支 7.2支仅次于美国 所以印度它会觉得 我本身就是一个大需求市场 也希望未来成为一个出口市场 对 好 那当然台湾手机厂 也开始受到了客户的影响 所以台湾手机厂 未来在印度制造的比重 像今年可能不到不到2% 明年预期也不到5% 可是2025年 手机台湾手机厂 在印度制造比例会到11% 到了2026年会到21% 张老师如果这个板块接下来会有一个大挪移的话 对台湾的手机制造厂商 我们可能预想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有哪一些 利多多还是利弊多呢 好 就是呢 我之前说在节目上讲的一个世界两套系统 如果说今天是中国内需 那可能我就在中国制造 或者东南亚内需 可能就在中国制造 但是我如果是美欧为主的 牵涉到国家安全 或者各支的 那我可能就需要在印度制造 所以对电子六哥而言 它可能会依据 一带一路国家的 可能就在中国制造 如果是属于那个印太战略的 以美欧日为主的 可能就在印度制造 好 那我预想到的就是 我们可能之后选边站 那就不会像之前这么壁垒分明了 我们就不用因为受制于中国 但是到印度制造的成本高不高 就是在接下来 除了不用选边站之外 我们到印度制造的成本是不是优势 你问的这个问题 就非常非常关键了 通常厂商外语会考量土地劳工 水电还有整个供应链 好 其实有一点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劳工的素质 就是你制造出来的产品的良率 印度有两个问题 第一 劳工制造产品的良率 就是没有中国跟越南高 第二就是它的那个 种姓制度 对 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 所以之前伪创 为什么把那厂把卖给塔塔 就是它连续发生两次砸场的事件 对 OK 好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的是以后选边站 可能不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是不是能够维持良率 是接下来印度制造最大的一个挑战 对 好 刚刚谈的是手机产业 接下来好戏要上场了 谈谈半导体产业 因为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记得吗 上一次台积电运动会 跟大家预告了 未来二十年 三十年 台湾在半导体的优势已经不在了 于是现在到日本去建厂了 同一时间 我们的经济部长王美花 刚从日本招商回来 他告诉大家说来救护 以后台湾 日本在半导体 将会是非常友好的神队友 怎么说半导体的故事 张老师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